这个黑心老大刚跟自己的女人亲着玩 下一秒就喊来杀手阿鬼 让他干掉这个贱人 原来老大冯哥知道女人在外边乱搞 给他戴了绿帽子 阿鬼接到命令 带着另外两个兄弟 刀疤和肥勒 尾随女人来到酒店 见他上了电梯 便让刀疤跟上去 顺便摸清楚房间后 肥勒得到消息后 故意撞倒宝洁 从他身上偷走房卡 万事俱备 三人准备动手 没想到推开房门 里面还有一道防盗链 肥勒拿出工具一番操作 轻松打开房门 随后三人对着床上抬枪便摄 正在偷情的二人还没回过神 就隔屁了 杀完人准备撤退 三人却在门口撞见了一个外国大叔 高叔阿鬼想除掉对方 但他发现 高叔在看见三人手中的枪势 没有慌张 反而淡定的转身离开 普通人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在没摸清高叔的身份之前 贸然动手反而会惹祸上身 考虑到这一点 阿鬼收起枪 带着手下们离开酒店 很快警方接到报案 来凶杀现场进行侦查 可惜现场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时 高叔找到负责人 说他曾在酒店看见一个可疑男人 警方根据他提供的线索 抓了几名嫌疑人 刀疤正在其中 高叔显然认出了对方 但他没有指认 因为他向警方报案的目的 根本不是抓住凶手 而是想借这个机会联系上刀疤 让他们帮忙找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 原来就在不久前 高叔女儿的家里遭受了袭击 女婿和两个外孙当场死亡 女儿也命悬一线 他得到消息后 决心为女儿报仇 但女儿根本不认识凶手 只记得其中一个被他打伤耳朵 高叔身为外国人 对香港人生地不熟 仅凭这一条信息 想找到凶手无疑是大海捞针 他需要有手段的人来帮忙 直到那天碰到刀疤他们杀人 从警局出来 高叔尾随刀疤来到地下通道 还没等他说明来意 就被同时出现的阿鬼和肥勒包围 高叔把三人带到自己住处 将自己的情况告知 刀疤听完后却提醒他 高叔表示钱不是问题 他愿意掏出自己全部身家作为酬劳 看在报仇这么丰厚的费上 阿鬼欣然接下任务 第二天 他们来到凶杀现场寻找线索 几人不愧是顶尖杀手 在勘察了现场的痕迹后 很快就摸清楚了凶手的基本特征 高叔听完 对他们更放心了 随后他说自己需要一把枪 留着防身 肥了显然不相信 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外汇用枪 随手就给了他一把残刺品 结果高叔上手一试 就感受到这把枪的弹簧松了 这样看来 高叔不仅会用枪 而且是个行家 刀疤不信心 要跟他比试猛眼装枪 结果高叔三两下就赢了比赛 这下三人不禁对他的身份产生好奇 既然是前辈 那就不能用有瑕疵的枪来打发他了 棒吧 阿鬼带众人来到一个垃圾站 这是他表哥的地盘 除了收废品 表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枪贩子 阿鬼从他那里 弄了一把沙漠之音交给高叔 别看表哥看着不靠谱 但市面上流通的枪支信息 他全知道 阿鬼从他这里 打听到凶杀现场持枪人的信息 把目标锁在一个名叫蟒蛇的人身上 随后几人立刻出发 找到蟒蛇现在工作的余事 蟒蛇耳朵有伤 证明他确实是凶手之一 但第三人迟迟没有露面 为了把人揪出来 阿鬼他们躲在余事暗中观察 这天傍晚 阿鬼看见他们驾车离开 连忙跟上去 几人来到一处荒山 在这里果然看见了最后一个凶手 这吓人齐了 阿鬼打算动手 突然从山上跑下来一群女人和孩子 江湖规矩祸不及妻儿 阿鬼为人一起 带着手下坐到另一边等 蟒蛇等人见了一只不善 安顿好妻儿后 便主动出击 阿鬼表明来意 问他们为什么要杀高叔的女儿 高叔想揪出幕后黑手 网蛇却拒绝回答 身为杀手不能出卖雇主 这是他们的底线 眼看谈判陷入僵局 只能靠武力解决 阿鬼却始终没有动手 为打下阿鬼的体谅 对方也给他们送来晚餐 半小时后 妻儿们吃完饭离开 几人对视一眼 大战一触几方 这个时候拼的就是拔枪的速度 借着舒服的遮挡 两伙人开始拼 没过一会儿 两伙人身上都受了伤 此时意外发生 高叔突然眼神呆滞地站在一旁 连面对枪口都忘了躲避 阿鬼把人带回住处治疗 这才得知 原来高叔以前做杀手时 脑袋中过弹 从那之后 他的记忆力就开始减退 经常会忘了自己在干什么 他现在唯一的心愿 就是在彻底失忆前 替女儿报仇 几人处理好伤口 阿鬼接到了冯哥的电话 说是有三个兄弟在行动时被人袭击 冯哥要阿鬼找到那几个人 为兄弟报仇 此时阿鬼才明白 原来冯哥就是杀高叔女儿一家的幕后主使 阿鬼挂掉电话 把这个情况告诉二人 想知道他们的意见 肥仔看了眼放在托盘里的子弹 几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在冯哥知道真相前 杀掉蟒蛇等人 他们从冯哥嘴里打听到 那三个人的藏身之地 赶到后 便谎称他们是冯哥派来的帮手 里面的人刚要开门 门外的阿鬼听见动静 直接开枪 将人击 门板被打烂 阿鬼进到房间 竟然是为高叔报仇 他便收起自己的枪 转而拿出高叔的纳瓦 对着尸体捕了几枪 负责给这几人治病的大夫 剑状吓得半死 但阿鬼没有滥杀无辜 让刀疤拍下现场照片后 几人就离开了 殊不知大夫也是冯哥的手下 等人走后立刻打电话 把事情告诉了冯哥 冯哥知道后气坏了 立刻打电话质问阿鬼 阿鬼问冯哥 为什么连孩子都不放过 这不符合江湖道义 冯哥也没想到 手下自作主张干出这种事 他自知理亏 问阿鬼现在能不能回头 如果他愿意 自己可以既往补救 你知我是什么人 我们都知道你是什么人 冯哥知道阿鬼讲义气 收了雇主的钱 就绝不会半途反悔 所以阿鬼的这番话 算是跟冯哥彻底决裂 回到家 他们把凶手照片交给高叔 阿鬼把冯哥的名字写在高叔枪上 随后递给他 晚上 熟睡中的几人突然被狗叫声吵醒 阿鬼立刻意识到 是冯哥的人找上门了 果然下一年 一伙黑人闯了见 对着房间一顿嗓射 好在阿鬼他们早有准备 逃到了一个狭小的楼梯间里 借助地形的优势 几人顺利干掉追兵 跳窗逃走 躲到一家餐厅 电视上正在播报 蟒蛇等人遇害的新闻 没想到高叔的失忆越来越严重 已经忘了蟒蛇是谁 倒霸只好把照片找出来 不仅如此 高叔连自己的女儿都忘了 阿鬼见状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 虽然高叔忘了他要给女儿报仇的事情 但阿鬼为他得罪了冯哥 已经是板上鼎钉 阿鬼打电话联系在垃圾站倒卖枪支的表哥 想去他那避避风头 但电话一直没人接 阿鬼担心表哥出事 要回去找他 临走前 他把高叔托付给朋友灵姐照顾 随后阿鬼等人来到垃圾站 表哥已经浑身是血的被吊在梁上 原来冯哥昨晚来过这里 将表哥打成这样 阿鬼连忙把人救下来 表哥问他还有多少子弹 表哥把所有藏枪的位置告诉阿鬼 要他带着这些武器为自己报仇 阿鬼没有犹豫 给枪装好子弹 三人打算去找冯哥 没想到对方先送上门来了 不远处 冯哥的手下借助废纸堆的掩护 不断向他们等人靠近 阿鬼便以同样的方式回击 不多时 子弹就消耗得差不多了 精疲力尽的三人点了根音提神 随后相视一笑 举枪向外冲去 对方人数实在太多 三人无法对抗 很快就因为身中竖枪倒在地上 看着冯哥一步步逼近 已经预知自己结局的阿鬼突然笑了 为了自己心中的意气而死 阿鬼觉得值了 转眼一个星期过去 高叔等人正在吃饭 电视上播放着阿鬼等人被杀的新闻 得知这个消息 饭桌上的其他人纷纷变了脸色 高叔见状突然意识到什么 可高叔什么都不记得了 此刻能做的只是跪在沙滩上 为死去的朋友祷告 高叔整整跪了一天一夜 随后他回到房间 看见那把写着冯哥名字的手枪 终于把一切都想起来了 高叔决定复仇 灵姐得知此事 便打扮成性感美女去勾引冯哥 冯哥果然上钩 对着老板娘猛抛媚眼 这时跑出来几个孩子 要冯哥买一下贴纸 为了在美人面前展示自己 冯哥毫不吝啬 不一会儿身上就沾满了贴纸 灵姐任务完成 随后起身离开 回到车里跟高叔会合 高叔记不住冯哥的长相 所以只能靠这种办法来识别他的复仇对象 孩子们又在高叔身上粘上贴纸 如果他突然失忆 这些贴纸就能提醒他 随后高叔下车走向广场 远远看见浑身贴纸的冯哥 抬起枪变身 手下健壮立刻掩护冯哥逃走 但高叔多年杀手不是白当的 一枪击中冯哥胸口 冯哥却并没有受伤 因为他一向小心谨慎 出门的时候一定会穿上防袋衣 在小弟们的掩护下 冯哥顺利逃走 高叔四处寻找冯哥的下落 躲在暗处的冯哥见他举止奇怪 一直在检查路人的衣服 顿时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 冯哥把贴纸粘到手下身上 打算来一招声东击西 很快高叔发现目标 举枪射击 躲在暗处的冯哥抓点机会 将高叔打伤 然后脱掉还粘着一些贴纸的外套 准备逃跑 不多时高叔发现外套 他知道冯哥就在附近 但是没有贴纸做标记 他根本不记得对方的样子 只能用外套和地上的尸体进行比对 这时冯哥发现自己只剩一发子弹 没办法靠火拼逃生 他灵机一动 打算伪装成路人 在路过高叔时 将他一枪击毙 但身为杀手 高叔对危险十分敏感 在两人擦肩而过时 高叔现一部抬枪击中冯哥 随后他威胁冯哥穿上外套 在比对了上面的枪眼后 高叔确定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随后一枪杀了冯哥 为阿鬼他们和女儿一家报了仇 影片到此结束 这是杜启峰枪火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复仇作为电影的名字 同时也是整部影片的主线 在这部电影里 依旧延续着杜启美学的独特风格 用大量黑色压迫主角的空间 各种独具特色的人物站位 来渲染紧张 对质的气氛 所以经常有人评价杜启峰 说他镜头下的黑帮 总能体现出男人独特的浪漫 不知道各位影迷朋友赞同这个说法吗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